底下一个问题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弟子认为只有在大陆上才可以真正率先 这个涉陷无教合一 请问这种想法是否正确 希望你想阿弥陀佛不要去想这些 这些都叫妄想 要说宗教团结合一 我知道的是新加坡带头做到了 新加坡十个宗教 现在这个十个宗教相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真的是一家人 其他地区还没看到